哈喽大家好 我是光头头鸭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我先自罚一杯 登登登登登登登 暑假结束了 又到了该给大家打鸡鞋的时候了 感谢大家上一期的点赞 今天是我们的看粉丝绘画进步史第8期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投稿的同学吧 来自卧尺同学的6年进步史 哇第一个跨度就这么大吗 先来看一下他的黑历史吧 这是他2016年画的 你别看他这张画没有脸 其实他还有挺多细节的 比如你看他这个只有一张翅膀 说明他是一个折翼的天使 那么来看一下他6年后 现在画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吧 321展示 依然还是首辉 但能明显看出来画的好太多了 阿斯卡那张纯属是睡不着摸个鱼 没事感觉摸鱼摸了6年 你看他其他画都是很细致的 像这些衣服的花纹 还有这种透明的地方也都表现出来了 而且他脸的角度也都会有变化 不是说全都无脑画45度侧脸 继续加油呀 第二位同学来自星Fairy同学 这是一个一年的进步史 来看一下他去年画的黑历史吧 他说他这个时候还不是很会画 人物的侧脸和细节 这看起来是一张圣诞贺图的样子 那其实也就是去年年底吧 应该是吧 看到圣诞书我就记得去年圣诞节 很流行用手机备昂录画那种圣诞书 有没有画过的扣个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现在画的画是什么样子的吧 321展示 不是 这怎么就放起刀来了 这样真的好吗 鬼灭大哥的脸型是描图的 其他都是自己琢磨的 画了有一个星期 上色还不太好 你这张临摹的还真挺还原的 就不只是脸型 你不说我都以为这是圆图 怪不得说是画了一个星期 画的很细致 另一张鸭缝 鸭缝今年还是挺火的 挺可爱的 你们说我可不可以也搞一个灌缝 就是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 总之现在你还只是画了一年嘛 不用太担心 上色呢可以慢慢去学 加油吧 对了我每次说下一位同学 不是总会把你们的小爱同学喊出来吗 然后就有同学说让我鱼鹿均沾一下 小爱同学 小杜小杜 嘿 Siri 我的Siri也出来了 来自薛薛同学的四年进步史 先来看一下他2018年画的黑历史吧 也是一个看起来刚刚接触版会的水平 我最开始学上色的时候 有个是这样直接用喷枪去涂的 一开始画画就是我的朋友画的很棒 然后我也想画 慢慢跟着他接触指挥版会 这些两年有时候自己会看一些教程 就是看了一些老师的教程之后顿悟的 画画是我唯一坚持的事了 主要是很想画喜欢的人们帖帖 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都能去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其实你现在不用觉得画画是一件很有门槛的事 网上其实你现在很简单就能找到的一些免费教程 就能够你入门学很久的 比如那个叫劣质罐头的博主做的就不错 那么来看一下薛薛同学4年后现在画成什么样子了呢 321展示 哇古风美男 这两张都是稍微有些参考的 这张全身带颜色的 我一眼看上去真的是很粗了 因为构图色彩整体都很好看 脸也很好看 不过仔细一看 人的脸和除了脸其他东西的水平好像有点不一样 应该也是一位平时相对来说画头会比较多的同学 我理解我理解 不过你看他就已经开始尝试画这种全身带背景的画了 没有去逃避 而且相比4年前已经进步太大了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继续加油 下一位没有留下姓名 这位同学投稿了他的两年进步史 来看一下他两年前画的画吧 我感觉这个其实已经都不能特别算黑历史了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而且水平感觉是已经画过一些时日的了 还记得当年画画的时候画衣服满脑子都想着蝴蝶结和蕾丝边 现在倒是有一种PTSD的感觉了 望天欲试不绝想不好加什么装饰加蝴蝶结就对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呢 那么来看一下他在这之后又画了两年 现在画的画是什么样子的吧 感觉风格变了 人体已经偏向普通正比的一个风格了 两年的转变也是挺多的 颜色感觉是比较喜欢画温柔的色系 他自己也觉得他画风变化的太勤了 还记得早些年就是看罐头的视频学一些绘画技巧的 早些年 现在看到了可以投稿自己的黑历史 就晚上上一下电视上带来看看 我也没有进步 好的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回答一下这位同学 我觉得人体上色技巧方面肯定都是有进步的 下一位同学是一个2017到2022的铅笔手绘进步时 这是我能找到最早的手绘 是2017年1月的 这个时候是刚生初中遇到很多大佬画画的时候 当时很自卑 和自己同岁的大佬差别好大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画画 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 就开始学习班上大佬的画画技巧画风的呢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2017年的时候画的画是什么样子的吧 其实这两张虽然能看出来一些缺陷 但都挺好看的 他说这是他刚刚尝试转变画风时画的 感觉眼睛有种黑画的感觉 我喜欢你幼小脚画的只猫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他在之后又过了5年 现在画的画什么样子吧 3 2 1展示 哇 现在画的好漂亮呀 他一开始这5年都是在画铅笔手绘吧 所以能感觉到他的线条也好 调子也好都特别丝滑 就相比以前算是把铅笔弯明白了 时间过得好快呀 转眼已经5年多了 虽然不说进步有多神速 但看见自己的画的变化与进步还是很开心的 我练习的也不是很多 但随着审美和耐心技巧的变化 也有了不小变化 把这个放出来激励和我一样喜欢画画的人 无论现在如何 只要不放弃 总会看见月亮也好的自己 大家都要加油呀 夏宇同学 2019年的画被我翻出来了 哈哈 最近在练直婚呀 好的很简洁的一封邮件 那么我们来直接看一下他 2019年的黑历史吧 我又是一位铅笔手绘选手 不过相比上一位来说 这位的风格还是比较狂野一些的 我们今天第一个经典站姿 终于出现了 我还在想今天怎么居然没有呢 等等不对 这里好像有只手 来看一下他现在画的话吧 321展示 这应该是三年的进步吧 进步真的很大了 这个头发画的有点东西 这张是指挥吗 看着有点像手绘马克比画出来的效果 看不太出来 这个三年的进步真的算是很大的 不错 请加油 来看下一位吧 来自09同学的五年进步史 来看一下他17年进步史吧 他说这是他刚接触晚会时画的画 下面这张不知道是不是临摹 不过能敢尝试这种横开的构图 就已经很难得了 如果是人创就更厉害了 这位也是有一个五年的跨度 那么来看一下他五年后 现在画的画是什么样的吧 321展示 哇 今天的惊喜来了 这个画风好好看呀 而且他还都有他的构图 我觉得他的进步 肯定也是跟他一开始画好 就尝试画一个完整的图 是有关系的 就还是那句话 不要逃避自己的短板 你总要迈出这一步 不然你今天画大头 明天画大头 你后天肯定也是画大头 来看一下今天最后一个同学吧 是一个 哦哦这个厉害了啊 这是一个15年的进步史 来看一下他的黑历史吧 枪 是一个懒洋洋小灰灰和一个跑跑卡丁车 你这个像素可太真实了 由于黑历史的图片在QQ相册存放的年代久远 画质就有点说不过去 黑历史这两张大概在07年4年级左右的时候画的 当时就是看到喜欢的动漫就想拿笔画出来 保存起来 QQ相册 对以前存图片都是在QQ相册存的 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年龄比较小的粉丝宝贝都没有QQ 不用QQ了 唉 平时也挺懒的 一年能画个一两张 虽然画的少 但是这么多年一直也算没彻底扔下 对临摩情有独钟 喜欢线稿 觉得这种画面很干净 中间有学过半年多 但是画的太炸 连考都没有过 上了毫不相关的机械专业 但是碰到喜欢的动漫图片还是想画一下 也算是个坚持多年的爱好吧 没啥想象力 所以也没画过啥原创的画 现在这几张是18年到22年画出来的 感觉没太大进步 好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 过了十几年后 现在画的画是什么样子的吧 321展示 嗯 现在这些应该还是他画的他喜欢的动漫 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位同学做一个例子 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进步时 大家都进步的很快 就不敢去投稿 或者说被打击到不想画画了 我觉得我们画画本身就是因为喜欢画画嘛 我们就先不谈什么专业理论 什么知识啊 什么行业 画画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 就像这位同学一样 他画画的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动漫就想画一下 可能一年就画个几幅 但都很落在其中 也很明确自己的喜好 就是喜欢画线稿 就像这种这么多年单纯对绘画的喜爱来展示给我们 我们也会看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又不是什么绘画比赛 又不是让大家来评选的 就是让看到我的视频 喜欢画画的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绘画历程的这么一个栏目 无论是以专业为目标 还是就只是单纯的爱好 总之还是不要忘记 开心最重要呀 收款结束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视频 也一定不要忘记三连呀 还是老规矩点赞过5000 下一期一定会跟大家见面的 投稿方式 可以去看我的动态 想看更多视频要记得关注关注关注 下期再见啦 拜拜